LITTLE BOX 吉利米生病了 1. 严重的感冒 下雨了 吉利米的头很疼 她的喉咙很痒 我身体不舒服 她说 吉利米写信给她的朋友们 我好像生病了 帮帮我吧 兔子太太打开信 不好了 她说 吉利米生病了 我要把茶带给她 捷麦玛看到了吉利米的信 她嘎嘎叫了几声 可怜的吉利米生病了 我要把蛋糕带给她 利比看到了吉利米的信 吉利米生病了 我要把书带给她 利比说 吉利米的朋友们敲了敲她的门 请进 吉利米说 吉利米说 我快要求疑 我快要死了 三个朋友互相互相互相看了看 他们偷偷笑了 吉利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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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米生病了 吉利米生病了 女 tienen 她想 低了 太难喝了 吉利米 太难喝了 intim 滤难了 太难喝了 哦 兔子太太说 真快 突然 兔子太太看到地上有水 雨从窗户滴进来 难怪你会生病 她说 你的家都湿了 结脉马切开蛋糕 她分给了利比和兔子太太 结里米皱了皱眉 我可以吃点蛋糕吗 她问 对不起 结脉马说 我不知道你感冒了 感冒不能吃太多糖 我煮点汤给你吧 利比打开一本书 我念书给你听 你会感觉好一些 利比开始念 从前 结里米的脸红了 她的心跳得很快 但是她并没有好起来 她觉得更难受了 利比看着她 她的鼻子红了 鼻涕流了出来 结里米生病了 三 回到床上 利比正念书给结里米听 她很喜欢那个故事 但是 她很难听到 她的耳朵 像是被堵住了 结脉马在煮汤 她给结里米一个辣椒 吃吧 她说 辣椒对感冒有好处 结里米的辣椒 结里米咬了一口辣椒 辣椒太辣了 水 她大喊 你不需要水 兔子太太说 你的家里太多水了 她接着拖地 结脉马又来了 现在吃点蒜 她说 她想喂结里米吃 停下 结里米大喊 利比大吃一惊 三个朋友看着她 结里米咳了几下 她醒了醒鼻涕 我太累了 她说 我现在要回床上休息了 睡觉对感冒有好处 利比说 结脉马点了点头 等你起来再喝汤 我们明天再来 结脉马说 不用了 结里米马上说 我应该还在睡觉 结里米生病了 四 小感冒 结里米躺到床上 她睡了很久 她起床 喝了点汤 然后她又睡了 然后她又睡了 几天后 结里米好多了 她想起朋友们 她们对我很好 结里米说 我应该感谢她们 结里米找了一些书给利比 她做了一个蛋糕 给结脉马 她摘了一些漂亮的花 给兔子太太 结里米 结里米去了利比家 我们一起看书怎么样 她问 我的喷嚨 我的喷嚨很痒 利比说 我今天不能看书 接着 结里米带着蛋糕 去结脉马家 她摇了摇头 我不饿 她说 我发烧了 最后 结里米去了兔子太太家 谢谢你的花 她说 但是我病了 不能赏花了 结里米跳回家 她摇了摇头 朋友们真是夸张 她想 不就是小感冒吗 她摇了 她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